赵薇违法交易遭中国政府重罚完蛋了,遭其底剩余家产被罚十次也没差。 中国女星赵薇在演出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小燕子之后,可说是在亚洲区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人气超夯的她更直接跃上一线女星的行列,出道多年作品不断,近年来更是转战商业界,投资房地产,可说是公认的富婆,不过日前却传出她被政府盯上激进破产, 没想到仔细一算她的家产竟然高达。 虽然前段时间因赵薇夫妇因已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,被重罚事件炒得沸沸扬扬,但这对赵薇来说似乎并没什么影响。 有人吐槽,根本不受影响,现在洗白公司那么多,有些人在黑布市照样洗得白白的,人家随便买一个包包, 足能超过普通家庭三年的收入。 更何况她的还有将近六里多的不动产豪宅在那文座江山。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赵薇。 赵薇,1976年3月12日出生于安徽圣吴湖市,华语影视女演员、歌手、导演,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硕士,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,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执行委员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。 就这些名头也够吓到我们了。 1998年起,因主演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系列而成名,先后打破并创造了有收视率记录以来的中国电视剧收视记录,获得金英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其后主演的《情深深与萌萌》,精华烟云均成为当年年度收视冠军剧。 199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冰专辑》《Double霜和天使旅行相先后获得MTV亚洲大奖。太多这里就胜略。 1. 为什么赵薇是公愿的妇婆? 2015年1月,赵薇夫妇拥有阿里七下的香港上市公司,阿里营业9.18%的股权,成为仅次于阿里集团的第二大股东,也是娱乐圈逆袭商业圈最成功的一个,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 2. 虽然现在有一些风波,但不影响她个人的收入,生意本来就赚有赔的。 2. 随住女儿校四月的出生,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,在香港赵薇花的仪义买下一个学区房,简直就是她演的电视剧《胡妈猫吧》现实版。 2. 赵薇不仅有助好的人员,由她出演的戏口碑都好的没话说,代言的都是大牌子的,接住就是投资,豪宅无理证明,在此把土豪薇推向富豪榜。 3. 赵薇入手的香港学区市副市鸳鸯楼,豪宅别墅奢华的装饰一向让人瞠目结舌。 3. 北京豪宅 赵薇本人在北京据说有三套房产,第一套是有住北京第一别墅之称的菜公馆,第二处豪宅,就是北京秦翠园别墅,第三处就是亮马河公寓,不多书看图四,上海豪宅。 赵薇的豪宅坐落在上海的一个湖边,面积也特别大。 5. 法国酒庄 欧式的房子搭配黄色华美的高端期,光看外形就十分的抢眼,里面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共同就餐。 看一下赵薇手里一幅画就知道了,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 所以算了一下之后,发现被政府处罚的钱对他来说,根本就牛一毛啊。 看来激进破产的是小编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